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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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五魁魏勿引丁士 他在那边问了 他的八字有富贵吗 这个人假如是他当场来问我说 不用想太多了 不可能富贵 钱把他打在地上 为什么会这样问 表示没有嘛 来问命迷失的就是没有 所以说当然要踢你一脚 然后再跟他讲 富贵不在八字上 在你的努力上 所以说不要这么看你的八字富不富贵 你去看那些有钱人 那是因为你知道他有钱 然后来反来套这一些八字 所以说那个叫倒果为因 只要随便丢个八字给你 你哪知道他会不会富贵 对不对 所以说 富贵还是要建立在个人的努力上 要建立在个人的努力上 我先跟各位讲 不是你有一个好八字 你就天生富贵 没有 我永庆他的孙子随便出生 就算是来破产的都比你富贵 跟八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来知道说八字只是给你一个运势 他是给你一个运势 不同的出生背景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 各位你要先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一个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他进入这个运以后 他现在是更成大运 我们可以知道 这边五位一合 这直接克他 他其实日主受克 所以说当日主受克的时候 这时候的他要怎么办 那时候他要多用印 用笔尖 这两个来讲的话 就是强健他自己硬要大量的学习 刻苦耐劳 这时候是他属于他学习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在这时候的他要必须怎样 大量的去学东西 不然的话 其实说的定他在这个运就倒掉了 还谈什么富贵 所以说在八字里面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八字你会不会富贵 说真的很大的决定权 不是在你的八字上 是在你自己的努力的一个程度 你的能力这一些 还有你的选择 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他基本上怎么做 都不会有很大的成就 因为他日主受克 他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他就只有大量的充实他自己 等到这个运过了 这个运过了 没有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下 就会慢慢慢慢的一个起来 你不要看到人家财很好 你就觉得怎样 其实他的财 基本上其实也还算不错 你看这边有一个财 还算不错 可是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他只是在跟你讲财运不错 但是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尤其我的学生 有的时候完完全全看不懂我怎么批的 那是因为他们流语都只是在流年上打转 可是你把流月考虑进去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流月里面出了大问题 当流月一出大问题的时候 你整个八字整体全部乱七八糟的 可是他整个八字看起来没有事 他的整个八字看起来没有事 所以说我都跟学生讲 你批到年很粗糙 年非常非常的粗糙 你一定要到月份里面去想看 所以有很多人 他可能走一个大运 他连七年的好运 结果一年的衰运就整个垮掉 而且那个衰运其实都是在流月里面 而且很快速 也就是说他七年的努力抵不过三个月的衰运 抵不过三个月的衰运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像这一种的就已经很明显 这是大运跟你讲不好 假设他这个是一个好运 一样你也是要小心谨慎 为什么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案例里面 我们在实际批命 我学生就有拿过大企业家七年的好运 一年就垮光光了 一年就垮光光了 很快 而且不是一整年让他耗 其实就几个月就没有了 那是几个月就没有了 所以各位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防范未然 危机点 你要知道你的危机点在哪里 所以当大运对你来说已经不顺了 那这时候的你好好的去保守 充实你自己 好好的保守 充实你自己 等到这个运 大运来了 不错了 大运虽然十年 但是其实真正好运大概六到七年 会有三到四年的衰运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好运六到七年里面 他每一年都有危机点 也就是说危机点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危机点 所以我们每年才会好运坏运好运坏运 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轮流 我们不要在衰运的时候 一脚踏空跌到那个谷里面 那就算你在好运的衰运跌进去 很有可能你后面的好运要填补这个坑 填完了以后你才可以再继续爬 所以说危机点各位很重要 危机点很重要 而很多危机点都不是在大运 也不是在流年 都是在流月 都是在流月 所以我学生我有跟他讲说 你在看你大概看不出来 给我到流月里面去看 他看完流月以后 他才发现到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我说对没错 你从流月去找的时候 你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了 所以年的批论非常非常粗糙 我再讲一次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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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种批论很粗糙 要深入到月份里面 你才会知道要衰几个月 要好几个月 这一些你才会知道 你才有办法再做相对应 所以其实他的八字富不富贵 不是在这一边看 不是在这一边看 而是每年都有让他有机会变比较好 也有让他有机会变很差 然后他自己的能力又在哪里 这一些都必须要去参考 也就是说能力加运势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来问富贵的都不富贵 因为这个就是他在求的东西 为什么他要求 因为他现在就不富贵 所以各位 为什么假如说我这个人当 假如是现场来找我 我一定跟他说不用看了 就是不富贵 这个穷人 穷光蛋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不富贵才来问的 富贵的人他不会这样问 各位 富贵的人不会这样问 为什么你自己实际批命 当你有一定的批命经验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